各位老板好,人类专家好,土耳老师好,观众朋友好 我叫刘畅,来自北京,今年28岁 当两年兵退伍,然后上了三年班 当了三年职业司机,完了选择创业 开了一家宠物店,然后一年之后开了第二家分店 第二年自己又经营了一家餐馆 目前经营状况很平稳 好多朋友说不适合职场,所以我要来这改变一下自己 谢谢大家 今年是28,上面写你原来当过兵 最开始是怎么个想法去当兵 小的时候不太懂事,老给家里惹事 然后家里无奈给送走了 想让部队让我去锻炼一下 现在还有那个在部队里那种生活的那种严肃感吗 有,肯定 有吗,我们来一个 我们请这个定胜兵啊,你不是也当过兵吗 你来喊口令好不好 陆战队特种兵 当然这很多年前了,他可能比较晚一点点 九十年代 来,你自己变喊,你自己两个人一起相同的动作 小金 懂 小药 蹲 小组 蹲 蹲 要 Member 小巧引步 蹲 踢 然后 当跟这个定总一上台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真的就有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 定总的这个表现 我们可能都打满分 但是对于这个刘畅 那副松松垮垮的那个劲儿 真的觉得这哥们 可能退役以后 对自己的要求太低了 你退伍多久了 十多年了吗 99年 你呢 10年 还有没有当初当兵的体力 体力不行了 来一下试一下 这肚子不行了 来 原地服务程 来来来来 赶紧赶紧赶紧 预备 开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不要忘 不要忘 我总结一下 我觉得这个圣兵呢 恐武有力这四个字 而刘畅呢 比较像蜡笔小心 他有张特长 用独有的军人的方式鼓励一下他 刘畅 希望你脱下了军装 依然也要保持军人的本色 在职场当中也要像军人一样 勇往之前 有没有信心 有 好 谢谢 好 好帅啊 我觉得就这么定了吧 也别牵系来进行面试 就去哪算了 就去哪算了 对 老兵带新兵 去上海吗 来上海吧 欢迎你 海军也有 行行行行 这个后来 刚才你说退伍回来以后 我干的是司机什么 对对对 什么司机 公交 公交司机 对对 干的怎么样 有一同事买了一个豪车 然后我说这也行 我说什么时候我也买一个 他说你干这个 一辈子你也买不了 你也只能一辈子干这个了 然后这第一点 就把我这个 就是不服的那劲儿 给起来了 第二点就是因为 也是想有一个好的生活 然后就自己就创业去了 你想要什么好的生活 其实我想的是 有钱 有闲 自己有套房子 然后有点闲钱 有几千万 能干点事 那到不了几千万 当时想就是有个几百个 就行了 那你现在想找什么工作呀 我想找一个 那个客户关系维护啊 或者那个 什么老板觉得 是我的管理岗这种的 那你要去应聘 这个工作了 这两个店谁管理 我妹妹在管 因为现在这个店 基本上比较平稳了 好几年了 就你自己转业这么多年 有没有考虑 或者自己总结过 自己的哪些方面 是有优势的 然后朝这个方面去努力 培养这方面的优势 就是我的优势 我觉得跟顾客的 换位思考 沟通啊 这方面的 就是维护理心 对维护这个顾客 我觉得肯定还是 我的比较强样 那个刘畅 从你上场到现在 总的感觉啊 你整个感觉 人是往下垮的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不像是那么有志向的 像你自己说的不服啊 那个不服的劲儿 没起来的感觉 其实说这个状态夸呀 确实是因为要录这个节目 昨天晚上休息 不是特别好 然后今天一天 又都在这待着 确实挺疲惫的 一会儿也没睡 也没休息 其实你现在 最好马上提起你的精神 当一个老板质疑 你根本没有意志力的时候 那是最严重 你要求多少薪资 八千几 有没有地域限制 就在北京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许果林 还有两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去 天生我也才 你在 从部队回来以后这么多年 除了在那个公交集团工作 那么这段时间你从创业者 想踏入职场 就内心里这个动力 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什么 它促使你下这个决心 把店的这个 让你的亲属来经营 你自己出来在职场 这个是很大挑战的 其实就是有一天天气不太好 在店里边 正好有一个 就是咱们非你莫属推送 正好打开看了 因为那一期当时 有一个求职销售的 然后是八千 咱们老板给了八千 然后我跟我那同事说 我说这 我说我也行啊 他说 他说哥你这干不了这个 我说什么干不了的呀 然后我就 当时我就填那个简历了 就因为堵这口气 不是不是 这是只是其中一点 第二点是就是 现在这个状态很尴尬 因为这个 宠物行业想要发展 其实挺难的 其实有想法 但是这个资金啊 然后乱七八糟一套 你对宠物行业了解吗 宠物行业现在 在国内的规模有多大呀 每年以什么样的比例 在增长 缺口有多大 这个还没了解过 对 你对行业并不了解 你怎么就认为 宠物行业干不了的 作为一个创业者 你已经开了两家店了 应该继续开下去 因为我现在就是想发展 就是开一个大厂了 因为现在这个 就是你还想在 宠物行业里再往前走 其实想这样 但是就是状态很尴尬 没有这个 这个这么多的能力去干 现在是希望以退为进 现在职场工作段时间 对我想 那刘昌 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话题 那可以把店关了吗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可以把店关了吗 这肯定不能关 肯定不能关 对 因为 你说了这么肯定 刚才你说所有的工作事 都没有那么肯定 其实我想反问一句 你这个公司 你要去找一个别的项目 你会把你公司 现在所有的项目暂停吗 这根本不可能 这是我多少年 我自己心血 我从一个龙子 变成一排龙子 我从一个顾客 变成一百个顾客 变成一千个顾客 是我一点点换来的 那么我的顾客信任我 现在即使我不在了 大家信任我 那是一个店 那我突然撤了 那这会什么样 每次你说到 所有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对吧 一说到工作 那边的时间 你就救救姐姐 救救姐姐 但是一说到 这店能不能关 你马上肯定不能关 这个不是 如果说您多年的心血 那怎么能让你觉得 多年的心血 如果让您去 您不明白 那我就再问你最后一句 多年心血没问题 现在你来我们这 如果说一个月 能挣上一万了 这很高了 对不对 但是这时候你妹妹说 我忙不赢了 可必须得你回来 咱一个月能挣三万 甚至五万 你回不回去 我肯定不会 我说三年 你肯定不会回去 是吧 对对对 我一点也不相信 老板们所想的就是 你能不能一心一意地 干好一件事 你到我这上班 就一心一意地干 你要开好你的店 就一心一意地开你的店 现在我们就看不到 你这种纯粹的 一心一意从头开始 专注 你总是要兼顾着 对不对 可能你会说 我不用管那边 但是事实上 当发生客观条件的时候 你不可能撒手不管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你当老板 也希望你的员工 一心一意为我干 而不是这里看这个店 那边心里还留意 这家里的事 对不对 这人之常情嘛 将心比心嘛 对不对 请您务必清零 让自己可以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义无反顾 把自己逼到悬崖 然后这样的话 他才有可能找到一份 对他的人生的提高 是有非常大帮助的一份工作 我需要一份工作 其实如果各位老板 愿意给一份职业 其实我特别 愿意去干好 而且也能去干好 所以啊 其实对于这次应聘啊 其实你是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 这其实更多的情况之下 是彼此共同达成的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其实你今天有一句话 暴露出了你的求知动机 就是看到一个人 拿了八千块钱的销售 你说这我也喜欢 你说我不行 我去去试试 一个练铁饼的 和一个练点跑的 不是一回事 你现在是要换行 你听懂了吧 不是两手都要抓 我告诉你 一个典型的例子 定胜斌 一样是个老斌 他退伍了之后 他没有选择说 我这边干着这个 我又创着业 他就一头扎在自己的 一个创业的项目里面 干到现在 他干得很成功 其实军人的那种意志 那种专一 恰恰在他身上 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这是创业的一种 很大的动力和价值的体现 你应该学学定胜兵才是 其实刘少我跟刘长的灯 是因为有军队这个情怀 其实我想看看你的一个 就是陈述了内心的想法 所以刚才聊这一些 是希望你 对职场到底有没有精心的准备 还是意识的兴趣 这个职业生意 它不是一个很儿戏的事情 它对自己未来要负责 对企业也要负责任 来 第二轮选择 薛货磊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来 说职位和薪酬 这个刘少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上海 然后呢我们的岗位呢 是商务的BD 我们的薪酬呢 就是如果你能在上海 我们能开到这个六千 六千 对 好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没有问题了 好 考虑十秒 做出最后的选择 钱包生活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如果说闯一闯试一试 如果在北京 你给个工资 给个三四千 四五千 我可能会考虑 我可能会去 真的去试一试 从底层开始做起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只是因为 北京没有合适的岗位 刘少其实今天来 就是找一个活 找个工作来而已 他并不想从头干起 我和丁盛斌 都是军队出来 但是呢我们都是背水一战 丁盛斌原来跟我是同事 在青岛做销售 从销售做起 做了城市经理 然后后来又创业 然后做大区经理 那么之类的 那么我是第一份工作 就是做销售 二十多个人 最后就收了三个人 都是有背水一战的 这种破釜沉舟的 这个勇气在里面 你现在状态不是想 说我要重新开始 开出一片天地 不是那样 你身上呢缺乏一定的坚定性 这么多创业 不都从小的做起了吗 你就不能坚持了 我是 所以咱们不争辩 你的命运掌握在 你自己的手里 既要真实 同时还要坚持真实 好不好 今天这个定胜斌 给你提供的 这样的一个职位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去 但是你必须要 从头开始才行 我可以选择不去 我可以选择不去 你自己的手里